台海區緊張局勢升溫 全球首富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再語出驚援 他近期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指出 台海衝突不可避免 認為到時候恐怕將導致世界GDP損失30% 甚至提議為了防止衝突 要把台灣變成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 引發國內政壇朝野齊聲批評 而專家也指出 應該再深入了解兩岸關係再做評斷 談到台海情勢問題 選手首富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 接受金融時報訪問 表示台海衝突不可避免 認為到時恐怕將導致世界GDP損失30% 並建議為了防止衝突 要把台灣變成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 哪像他們這個企業家講得那麼簡單呢 一定是認為說他是中共同路人 他應該要更進一步的 跟台灣這邊來了解一下情況 然後再跟北京那邊 也再更進一步的來加以說明 其實馬斯克日前才建議 烏克蘭哥讓克里米亞給俄羅斯換取和平 引來烏克蘭譴責 現在又為解決中國和台灣之間的緊張關係 獻祭先引發朝野齊聲批評 他講他的我們是我們的 台灣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是一個謬論 並沒有來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他並不容他來說三道四 中華民國的未來應該要由 台灣兩千三百五十萬人共同來決定 絕對不容許任何政府或任何強權 來對我們有指指點點 台海若發生衝突 確實牽動全世界 但似乎不是一個台灣特區 就能化解危機 蔣克宇侯正林教成田報導